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叫做幸福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 就是我刚刚认识我丈夫的时候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互相了解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扮演各自的角色 你听到你觉得很奇怪啊 我举个例子 那时候我们在奥地利认识 我们一起上汉尼格老师的一个训练课认识的 然后课堂上认识之后 认识四天他就跟我求婚 我就想 这个人 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说 可能一家人太浪漫了 浪漫到他不知道说些什么 所以我没想太多 好就拜拜回家了 但是呢回家之前呢 他就递一封求婚的信给我 然后就带上飞机 然后觉得很疑惑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就揣着放在包里 然后回家就忘了 该干嘛干嘛是吧 结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Skype 有人在敲我 这个名字就是他 我想说他怎么会有Skype 因为我没有留任何的资料给他 然后就说你怎么会有我的Skype 谁给你的 他说没有啊我就拿着你的名字 就是我的我用我的那个拼音的名字 他说他拿我的拼音名字排列组合 就各式各样排列组合每天试 然后终于让他试出来那是我的Skype 太厉害了 哇哦好吧 现在人家都已经这么试到了 所以就要开始说话聊天嘛对吧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才认识四天啊 而且呢你还把我弄错了 第一个你以为我是日本人 哈哈哈哈哈哈 当时 哈哈哈哈哈哈 当时他看到我第一眼说认为我是日本人 哈哈哈哈 第二第二他当时认为我就25岁 哈哈哈哈 我说这个误会有点大啊 所以呢你不需要因为你的误会 觉得继续必须要保持你的承诺 然后他就说没有关系 那既然我都说出去的话呢 我就不会收回来了 嗯 然后就跟他说嗯 可是呢对我来说要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交往有点困难 毕竟我们才认识四天而已 他说那这样子你要怎么样才叫认识呢 我说那这样子好 我故意的其实我是故意的 那你至少要飞到台湾来让我看看你认识你吧 发生什么事了 他真的来了 哈哈哈 然后这在非常频繁的六个月之内 他飞来了好几次 然后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是真的非常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训练 什么叫全新的训练 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 就是嗯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走在马路上 男生女生是不可以手牵手的 你们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哦 他不能理解 哈哈哈 他完全无法理解 所以后来他告诉我说 当时我拒绝 我坚持拒绝在马路上和他手牵手的时候 对他来说他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哈哈哈 他觉得我不接受他 然后不接受他为什么还把他骗来台湾 哈哈哈 就是人跟人之间 其实对很多事情的定义可以非常的不同 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 理解 我们定义不同的时候 我们的感受就变得完全不同 理解吗 理解 当我们感受不同的时候 然后我们做出来结论就不同 对 然后我们可能做了不同的决定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在和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和对方做了很好的沟通和理解 然后再决定我要产生什么样的情绪 然后再决定我要用这个情绪来做什么样的决定 跟得上吗 可以啊 对 所以 还好他当时并没有被他的悲伤 哈哈哈 所打败 他当时其实非常的伤心 觉得我在拒绝他 可是还不想放弃 然后呢 他就更努力 所以他就更频繁的来台湾 那有一天呢 就是我们在招继承车 在台湾 当时在台北 就是我们要跑来跑去 要赶好几个地方的话 最方便的方式是招继承车 好 计承车就是打D的意思 你们懂我的意思啊 OK 台湾要计承车 好最方便招计承车 然后我就发现每次招计承车的时候呢 他都在我旁边小跑步 我想说 对我来说就是来者是客 所以呢 我是这边我比较熟悉一切的环境 然后当计程车停下的时候 也是我要去跟计程车司机说 我们要去哪里的人 所以我很自然的会跑在前面 然后把车门打开 告诉司机先生说 我们要去哪里 然后呢 请他上车 这是我学到的礼貌 就是来者是客 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做好 你们可以理解吗 可以 他不能理解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 然后只是有一天呢 就是我在前面跑着 他也在后面跑着 结果他脚崴了 腫得好大一包 然后就不能走路了 然后他才很遗憾地告诉我说 你为什么要跟我抢着开计程车门呢 我说哈 你在说什么 我在跟你抢开计程车门 开计程车门是我的事啊 因为你是客人啊 因为我是 你又不会说中文 你又没有办法跟他说 就我们要去哪儿 对吧 我的想法是这样 好了 再一次 因为我们想法不同 理解不同 然后 所以反应完全不同 对 因为我产生的情绪就会不同 当我产生了不同的情绪之后 我就产生不同的结论 然后就做了不同的决定 人生有时候就在那一个决定下面 就走到不同的岔路 是不是这样 是 回想你自己的人生 是很多时候你突然做的某个决定 就在那个当下 因为某个情绪上来了 就决定做了这个 然后人生就找到那个岔路去了 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 是的 所以很小心地去看待你的每一个当下 你对周围环境的解释 你对周围环境的解释 直接的影响到了你的情绪 而通常在情绪下面 冲动下面做的决定 你是要为他付出代价的 好的 好我才知道说 我再跟你抢开车门 不会吧 我为什么要跟你抢开车门 这不是该是我的工作吗 然后他说 在我的国家 我所受训练当中 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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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士来帮女士开车门 这件事情好震撼我啊 第一个 男士帮女士开车门 居然是必须 我不让他帮我开 那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拒绝 拒绝 我拒绝你对我的服务 我拒绝在你面前扮演女人的角色 哇你想想看 就一个小动作 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解释不同 可以衍生出这么大的一片逻辑道理出来 好 所以 当我理解了这一点 那么你想想看 我愿意学习去做一个被别人服务的女人呢 愿意 如果是你 你愿意吗 愿意 可以啊 为什么不呢 是吧 被别人服务挺好的呀 但是我不认为每个女人都同意 好我先这边做一下试团调查 来 你如果有一个男人告诉你说 我愿意为你服务 但是你要给我机会 女人们 我这边现在问的是女士 男士不用举手 女士们 你愿意尝试给他机会的请举手 我看一下我好奇吗 好 好 请放下 对呀 真不是每一根都愿意呀 好 没有关系 但至少我是愿意的 哎 既然你要服务我 我应该学习让你服务 好嘞 我就把这个事放心上了 就是嗯 我要学习怎么样 让男士来为我服务 结果当我一拦机身车之后 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继续往前跑 继续开车门 哇 为了这个事情 我就连续三天 我基本上大部分的时候 我自认为还算是一个有觉察力的人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那种根深蒂固的就是 我要为别人服务 我要去保护别人 我要去照顾别人 那种东西这么的根深蒂固到 我发现就是计程车一来 第一个还是往前跑 还是想要去开那个车门 然后当我注意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真的自我反省了整整一天 整整天我在家里问我自己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在我内在那么根深蒂固的 被教导 被植入的一个信念是 我为别人服务 我为什么不能允许别人也来为我服务呢 我不知道在你的被教导的过程中是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看到在这很多人是与我同龄人 我相信我们很多是这样子被教导出来的 不管男士或女士在这里 好的 好 但是我们想想看 我们回过头想想 在你生命中 当你觉得幸福的时刻 是你那种被为别人服务的时刻 吗 难道没有其他时刻是被别人服务的时候 你也觉得很幸福的时候吗 有的 你们听懂我的问题吗 幸福的时刻 只有你为别人服务吗 不可以是别人为你服务吗 都可以 都可以的 是吧 这是一个双向的 如果你的伴侣 如果你的搭档 如果你的朋友 他们发现和你在一起 你总是不断的在服务他们 你不给他们机会服务你的话 你觉得这份友谊能长久吗 不能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双向的 就算是服务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 爱也是一样的 喜乐也是一样的 其实 关系中双向的彼此给机会是一件重要的事 是吧 是 好的 所以我深深的反省 天哪 为什么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是 嗯 我们叫做地主 不叫地主之宜 对吧 我是要进地主之宜 然后呢 我就必须要照顾别人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说 对这个男人来说 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就算是在你家 哈哈哈哈 但是我来这里的时候 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要照顾你 我就要服务你 当我想清楚这一点了 好 我就第二天 当我看到计刃车来 又不小心冲上去的时候 我就很有觉知的深呼吸 哈哈哈哈哈哈 停下来 然后 因为我还是先跑了嘛 这车子就 因为是我照的手 车子一定停在我脚边 对不对 我就深呼吸停下来 微笑 对 等着 等他跟上来 等他把门打开 然后我再坐进去 各位 相信我 改变习惯真不容易 哈哈哈哈 从小到大 自己做事情习惯了 突然之间 那个开门这么小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你居然还得站在那儿 深呼吸等着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怎么想 随手嘛 就在这里嘛 做了就算了嘛 是吧 但是 不行 我要学会给机会 我要学会给对方机会 因为 这时候他才觉得幸福 如果我把这个事情做了 对我来说非常简单 可是他感觉不幸福 对他的幸福很简单 在那个当下 他的幸福就是 我能够为你服务 是我幸福的事情 对应 他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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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